文化专访 文化更新这个新的环节叫做文化专访 我就是环节的主持Deacon吴迪昕 我们的嘉宾就是文化更新这个节目的主持 梁燕成博士的女儿Esther梁耳恩 欢迎她出来 Hello 大家好 好 Esther 刚才介绍你的时候 都讲及这个梁燕成博士的女儿 其实在你从小到大 你听过多少人讲过这句话 对你来讲会不会是有些什么的感受呢 因为始终梁燕成博士是一个 已经有一定知名度的人 每个人都介绍你都说梁燕成博士 你会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其实如果小朋友的时候 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压力 只是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到处去听 我爸爸讲到 或者向着几百人几千人讲到 都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东西 但反而去到少年时期 十几岁 就是teenager的时候 就开始有些反叛 反而那时候的压力会大一点 会觉得可能做错一些东西 我们是不可以公开出去的 我们要自己家里面去谈好它 搞定它 因为可能会影响到爸爸的知名度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讲那种青少年的时候 那种的反叛 既然反叛着的时候 你又会懂得去想 又不能影响到爸爸的 因为其实从小到大 都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 虽然有反叛的时候 但是心里面都觉得还是有神的 就算是反叛的时期 所以都是因为爸爸是在做神的事工 所以我也是觉得 都是一个很神性的事 我都不应该被我自己的做错事 或者的罪 去到影响他在做的事 嗯 OK 说起梁英诚博士 你爸爸在做的事 很多人都知道他这么多年来在做什么 但是至于你呢 其实Degan自己是很久之前已经认识Aster了 一起在那夹班的都会 那我知道Aster本身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 那她自己音乐都很聪明的 我记得你也有提及过你自己本身 以前是喜欢音乐到一个程度 其实你想做的事就是在街头上玩音乐啊 就可以赚一点点钱就已经很足够 是你的梦想来的 那有什么驱使到你 由一个这样的梦想的人 变成后来参加了文庚 文化更新的一个移革中心的工作呢 那其实说玩音乐这个梦想是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有的 那都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 那尤其是有一次都去 就是跟家人去过就是欧洲去旅程那里 哇原来街边很多人都就这样玩音乐的 那那当然啦 就是到后期自己都反叛完一轮之后呢 就都都回到神那边的 那当时神就呼召我去做其他 就是应该是不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些很浪漫的梦想 就是都是要侍奉神 就是生命里面 神那么爱我 我也很应该是用我的生命去侍奉回祂 那但是你那个放低音乐 而要去踏入那个侍奉的道路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是 有一点点很难放低 或者会有一些挣扎的呢 其实都都挺特别的 我想大学的时候就是决定了读音乐 其实初初是有点反叛的 是想着特别读一样东西是爹地不懂的 譬如爹地他很厉害的 他又懂得历史啊 宗教啊 考古啊 好像就是问他什么他都懂的 但是说去到音乐呢 那他就不是那么懂得 就是他都懂很多资料 但是就不会懂得去弹 他只懂得唱歌 反而我就是 就是由小到大都父母栽培我弹琴 那我又唱歌了 那后期还学了很多不同的instrument 所以在大学的时候一开始其实是有反叛的想法 嗯 但是到后期 因为有一次呢 我读到第三四年大学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去中国教英文 教了一个月的 那么在那时我就开始对中国就发生 就是有一个感情 嗯 开始明白到爹地对中国那种的爱啊 那种的心情 原来自己去的时候都会感受到这样东西 那但是我选去的那个旅程呢 就不是跟爹地去的 就是跟另外一帮西人去的 那么那个里面的文化充气很特别 嗯 也都是就是令到自己明白到 哦原来我都是很Chinese的一个人 嗯 那去到跟那些学生打交道的时候 都是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感觉 就是虽然我在西方社会那里是有长大 但是都其实自己在就是 就是心里面都是对中国的人是有一些的感情的 就是这个的trip是以至你整对于 那种去中国去参与一些的事工的那个心 是燃起了你那个心了 嗯 但是有些什么驱使到你 可以直接加入了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这里去工作呢 那其实我去那时呢是2001年就有一个 嗯 当时呢就是他们刚刚宣布呢我去到四川那里教书 他们在电视就是中国的电视那里宣布说有2008年呢就会在北京有这个奥运的 嗯 那当时就是我和那些学生一起去去慶祝一起celebrate 嗯 就有一个梦想我就向神祷告的就是说如果2008年我可以回来 嗯 嗯 而且我是做一个就是带一帮就是年青人由加拿大 嗯 甚至是就是那些第二代的华人好像我自己那样呢 有色色的这种文但是但是可以教英文的 那这个就成为我那时的一个梦想那就是神就改变了我的心啦 就是不是只是为自己呀或者有些很浪漫的音乐梦想呀 就是当然都可以再继续用音乐去里面去侍奉 但是有另外一个的梦想就出来了 嗯 以我所知呢这个的梦想呢就成为了你参与文庚的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project 叫做project shine 嗯 那project shine 这个阳光计划的项目 嗯 你自己觉得跟你爸爸一直在做的工作 有没有一些什么的共通点又或者有些什么特别之处呢 嗯 我想共通点呢就是会走出一种无条件的爱 就是我们去这个旅程呢大家都是自己筹款去的 而我们不是说要去得到些什么 而是可以去将爱是 就是送给是中国里面的人 那而特别之处呢就是 当然就是我和爸爸那个文化背景不同 我会带去的人呢就是年青的一代 也都大部分是有英文的背景的 所以就 也都因为我自己反叛过啦 所以我很明白 下一代有一些的文化的不同 为什么会来到西方有一种很不同的态度 因为这里的教育都是常常教我们 比较是独立啊 或者自我中心多一些啊 嗯 或者你不用听父母说啊 之类的 就是这样的文化里面 但是 嗯 就会引起到他们去做 这种无条件的爱的事工 你说就是 Project Shine 这个工作 去到中国的农村那里教英文 那也都是带着 这个北美洲的年青人去到啦 嗯 那是很希望将爱传递过去 也都将就是 靠以教到英文之余 但是 有没有想过 得不得心 可能将这些年青人 可能一些的 漏杂 就是你可能说 一些比如 可能比较 自我中心啊 这些东西 去 搞坏了人呢 那 那当然去到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 文化背景的冲突的 嗯 因为我是会做个 Team Leader Team Manager 管住 譬如二十几个年青人 那有很多时候都会见到 他们 就是 他们会有 conflict 或者 都有一些自我中心的 的 的不同的事情 或者他们 complain 就是哇 就是住成这样 得个蹲刺 嗯 但是反而 带到他们去的时候 其实 我们向当地的农村那些 的学生学习到 嗯 是 就是一些中国的 传统的美德 嗯 譬如他们很尊重老师 很尊重家人 很爱家人 这些是我们在北美那里 那里 虽然是 就是 都是有华人背景出身 但是 但是去到中国的 农村的学生那里 那里 在他们身上就学到 这些 就是这么好的东西 就是反而他们会教我们 虽然我们教他们英文 但是他们教我们的 就是一种的爱 亦都是有不同的文化思想 令到我们回到来都会觉得 很感恩 就是 我们 父母都给了很多好东西 我们都应该去珍惜 而不是只是 为自己想 或者很自私 或者是 只是想自己 嗯 就是反而本来 虽然他们可能都是 比较自我中心一点 嗯 但是其实他们 去到这个旅程的时候 反而学会了 如何不可以这么自我中心 多过说 真的 他们自己将这种东西 带了给别人 嗯 嗯 讲开这个文化的冲突 尤其是文化更新 因为他们在做的工作 就是要 很多时候就是要去到中国 这个地方 而很多人 都是未去过中国的 或者去得很少的 嗯 当中里面那种的冲突 你觉得 难不难去处理呢? 我想 首先自己要学悉 就是很flexible 嗯 就是自己去的时候 都做一个榜样 就是 就是 忽然间 因为那里的文化 或者有些背景 是要我们 在行程上有改变的 嗯 那我们的attitude 一定是 去之前呢 我已经有training 给我们的team 就是我们一定要是谦卑的 我们都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 flexibility 嗯 因为去开这些旅程 有很多 就是 意想不到的东西 会发生 可能 schedule忽然间改变 可能 巴士忽然间 坏了 或者停电 那我们怎么去处理的 就是这些不同的东西呢 那 所以在 就是我尽量 当然在training的时候 都 就是预备大家的心情 和教导 他们应有的attitude 但当然去到真正面对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个 学习的地方 那 那我也很庆幸 就是见到年轻人 他们都很愿意去学习的 就是 但是 当然有些地方 都要值得去教导 就是可能 他们有些 complain的时候 我又去 尽量的去 教导 或者是 就是 帮他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嗯 其實 这个的 这种的文化冲突呢 是 不单止刚才Esther 讲的 那几样东西 其实很多 很小的 细节上面呢 都是 不断的很多 尤其是 在这个 project shine 这个 的工作上面 因为 一班的年轻人 都是在北美土生土长的 多数到 那 去到这个中国的地方 其实很多 很小的细节呢 都足以令到他们 是 可能是很 很 很惊讶的 嗯 就是可能少至 真的 去过厕所 吃过饭 都 可以令到他们 有很大的学习 尤其是 还要他们 留在那个地方 起码整个两个礼拜 那既然 这些的 文化冲突 其实是 在帮助着 一些加拿大的 年轻人 他们去学习 你自己 去了 那么多年了 过去十年 又去了八次了 你自己觉得 还有没有 在学习呢 那当然 一定有的 就是 去到那么多年 其实 每年都会有些 新的挑战 可能 上年发生了的事情 那你预订 今年可能会发生 但是 又没有 但可能有另外一个 改变 就会令到 就是有 另外一个新的 学习机会 所以就是 每一年 其实 有两个方面 当然我们的 team members 因为我们 都是 recruit外面的人 所以他们可能 自己的组合 那个personality 都会 contribute到 对这个 team的 dynamics 那可能 有一年的team 他们就要学 怎样去 就是听 我们的 我们的 time schedule 就是一定要 11点钟 就要回回房间 那有一年我们 就要很discipline 就是我们的team leaders 要 就是 困住他们 不让他们 就是11点之后 就是一定要回房间 接着下一年 就没有了这件事 可能 下一年的team 就很成熟 但是 他们就没有 flexibility 可能 忽然间 去中国要 要转酒店 或者有些事发生 令到他们 是很不适应 或者是 很不开心 那样 那是另外一种 我又要做领袖的时候 是去教导 他们的 心态 应该是怎样去面对 所以每一年 就是有土体 就是我们带去 那帮人是怎样 去到当地 亦都我们 其实每年 很多时候 都会去一些 不同的地方 所以 或者适应了 某一个地方的 学校 然后下年 去一间全新的学校 又要由头来过去适应 所以 其实每一年 都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